羊肉爐店穿晃衣的小男童跟家人出來吃飯 站著不停玩球 玩著玩著突然整個身體趴到冰箱前的縫隙 原來是球掉進去了 他彎著身體去撿 結果手一伸進去竟被碎玻璃割傷 一定這樣子傷勢這麼嚴重一直滴血 醫生說要觀察那個黑色的線的那個部分 你如果狀況沒有改善的話 可能就要二次治療 當下小男童手掌血流如柱 送醫縫了時針傷得不輕 你這樣動會不會痛 只要我沒碰到受傷就不會痛 然後受傷之後想要看監視器 到底小朋友是怎麼受傷的 店家就回答就是要錢嗎要賠償嗎 我想要提醒同樣有這個冰箱 同一個廠牌類似的 可以做一下反犯措施 家住彰化和美的男童 元旦當天晚上和家人到養肉爐店用餐 男童只是因為要剪掉進冰箱下的球 卻被酒瓶碎玻璃割傷 店家也非常緊張 他們家長叫兩三天來 就叫我們這要崩壞 我們就水垢崩壞起來了 我沒有要叫你們北修 我是說要你們改善安全這樣 男童的傷勢還沒復原 現在連筆都無法握 媽媽看到實在好心疼 但店家也表示一定會賠償負責 也會改善餐廳環境 避免這種遺憾的事再發生 記者陳盛維 許玉文 謝雲珍 彰化報導